当美联储在一个月时间内缩表1万亿美元 是否会重演2019年金融市场的灾难 而这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作为调节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最近的美联储正在进行的一项动作就是缩表 根据数据预测 本月美联储将会缩表1万亿美元 相当于把市场上的1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直接蒸发 我们知道 全球的金融市场都是由资金推动和塑造而成的 如此大的动作 必然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那么这是否会会让以前的美联储缩表一样造成市场动荡 这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缩表 所谓的缩表 就是指美联储缩减自己的资产和负债的一种措施 它的主要行为体现在美联储抛售资产 回笼资金 同步缩减自家的资产和负债 使得市场中的美元减少 算是一种比较经典的货币紧缩政策 我们经常说到美联储加息对于世界经济的危害和收割 其实缩表相比 加息带来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 拿这一次的缩表来举例 根据英国媒体的消息 本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将会缩减1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 为的就是扭转新冠疫情后 美联储大放水带来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 而这项政策虽然可以有效地减少美国国内大水漫灌的情况 并且压低通胀 但是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和后果 第一 市场上的美元被美联储缩表给缩没有了 这就导致在固定水平下 美元越来越贵 美元也越来越值钱 为什么最近几天人民币汇率一直下降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美元表现的强势 那么人民币自然就弱了 这算是缩表对于人民币汇率 以及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经济数据最近确实也不怎么样 一定程度拖累了人民币汇率 但是主要还是因为美元变强了 美元指数从短短一个月就从99涨到103 就是一个证明 第二 加息会导致全球美元回流美国 而缩表会导致美国国内的美元消失 出现这种情况会导致全球各国的货币购买力下降 国内物价暴涨 经济增速下滑 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的情况 而由于美元的强势会导致会货币贬值 资本外流等等情况 这种表现和我们所说的美元霸权收割其实非常像 而缩表的危害其实更大过加息 美联储缩表还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就是关系到美国国债政府不再大幅购买 而由私人投资者买单 最近一个月 由于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会导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 并且对美国国债提出了质疑 导致市场上抛售美债的压力非常大 我们知道 美国政府之前处于债务上限的阶段已经很久了 甚至一度要出现政府破产和违约的情况 而随着拜登签字以后 美国政府需要大幅度的通过发行大量国债来缓解财政压力 所以 现在的美国财政部已经启动数千亿美债的发行 导致美国国债出现了一定的压力 毕竟美国政府要发行国债 需要投资者去购买 之前的美联储可以承担这部分责任 就是美国政府发国债 美联储等机构选择去接盘购买 这样就相当于政府印钱 央行打款 美国人就有美元用了 代价只是美联储多了一笔资产负债而已 但是现在 由于美联储处于QT缩表周期 这就导致美联储无法为美国政府和财政部兜底 只能依靠包括中国 日本等其他国家购买美债 以及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去买美债 这就会导致美债的发行有更多的压力 第一 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日本出了问题 由于日本国内出现了十分罕见的加息行为 导致日本资金大幅从美国国债内撤退 而流入国内 这就意味着美国国债最大的债主也不愿意买美债了 第二 中国一直因为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在不断抛售美债 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了 而只要中美关系没有缓和 美国继续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那么中国抛售美债也会变成一个长期的行为 第三 外国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担忧美国信誉和美元信用 导致对美国国债的需求量锐减 根据目前美国财政部国债发行的超额申报率来看 如果说美国财政部之前发行一份国债有六人想要购买 那么现在只有三人想要购买 而如果这个人数跌到一以下 那么就意味着就算美国财政部要发行国债 也会面临无人购买的尴尬情况 美元就会彻底破产 所以 为什么美国财政和美国政府如此反对和批评会谕下调美国主权评级这件事 就是因为美国不希望自己的债务问题和危机被人知道 最近金融市场为何动荡不安 A股为什么一再下跌 其实还是和美国这次缩表脱不开关系 叠加美国一个月1万亿的缩表 再加上美联储加息到达顶峰 高达5.25%的美元利率持续吸引全球美元回流 叠加美国财政部国债发行潮 以及日本变相宣布加息 这一系列的大动作都意味着全球市场上的货币在减少 所以美国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漩涡 在不断吞噬全球的资金 导致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甚至可能出现如同2019年那样全球经济信贷危机的情况 而只要这种情况持续 那么全球资本市场就不会有起色 因为不管是债券 信贷 还是股票 基金都是建立在宽松放水的基础上 如果美国持续缩表 那么不管对于经济 还是资本市场都是一个利空 那么 在美联储不断缩表的过程中 中国会受到什么影响 首先 由于美联储还并未降息 再加上中国国内经济需要进行刺激 所以 中国央行正在酝酿下一轮的降息 这就导致中美利差不断增大 中国国内资金有外流美国的情况 对外贸易结汇也会不那么及时 这就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 货币购买力下跌等情况 而且 国外投资者对于A股的投资力度也会下降 其次 美国缩表和加息的后果以及影响 都包括打压全球经济 导致经济周期处于一个疲弱的阶段 这就会影响中国经济恢复发展 以及全球经济的复苏 毕竟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是外贸出口 而这又依赖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订单 所以这些国家经济不给力 那么 中国的外贸出口就没有起色 光依靠内循环来恢复经济 总不如双循环一起发力来的有效 所以 不管是加息还是缩表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利空消息 甚至可以说 这对全球各国的经济都是利空的 所以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要去美元化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美联储只根据美国经济来调控经济政策 而无视全球各国的利益 这就导致美国不断收割世界来养肥自己 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去美元化 抵消美元霸权的影响和收割 是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 想要生活好 就要坚决反对美元霸权